我們再來往下看一下 如果您剛剛已經就是像這樣編輯好了之後 對不對 假設已經編輯好了 那我怎麼知道到底實際填寫或者我的網址在哪裡 有兩種方式 你可以按這邊直接查看即時表單 那這樣子他會用開心的給你 那你要給別人就直接把這網址摳起來 傳給別人就好了 這樣很單純 那第二個呢 有沒有人填寫的我怎麼知道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回覆 現在是不是零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那個文件 你看18個人是不是填寫的 這裡都看得到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點一下 就可以選擇你要查看所謂的摘要 我們剛剛如果你是看回應的話 第一次他要問你要不要用新的 就是那個試算表 新的試算表 那如果說你不需要的話 你就是設定好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回應 回應的部分 回應就是摘要 回應就是摘要 所以你們剛剛如果直接填完了 我有開放那個全線給各位看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清楚了 那要不要開放是從哪裡設定 從這邊 從這邊 您往下走 往下走 對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確認頁面 前往的你不是有看到頁 謝謝你嗎 就是這一點 你可以自己改 你可以自己改 還有比較重要就是這個 要不要給結果看 結果要不要給人家看 如果你有勾起來 那當然就表示都OK的 他就可以直接點過去看 這樣大概清楚了 其實事實上說真的 他可以做蠻多的 比如說您在這邊 如果我們還有再增加 這是第一個區段 那我如果再增加一個題目 從這邊 假設你是 單選題好的 好 單選題我們這邊先做一個測試 好 你可以選擇這樣 或者比較特別有沒有根據 不同答案 我們剛講你選了A之後 就跳到D幾題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 他基本上就把這個東西當作頁面 所以你有不同的頁面 有不同頁面可以去做 那這是比較特別一點 那像在這邊有進階設定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什麼 單選 所以說 他會問你一件事情 因為有些人需要怎麼樣 隨機排列 比如說做測驗的時候 我不希望就是叫123 你看到的可能是 對3 1 他看到的可能是123 有沒有 所以他現在就是越來越多 選擇位 以前我們再問都沒有 那現在就是 他 就是一直在改變 在增加新功能 所以其實你隨時都可以留意一下 他有很多新的一些 那當然相對的 你要複製編輯或刪除 就從這邊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嘛 所以這邊做好了 還有一件事情 是不是要加入到協作平台裡面去 我們現在是自己玩自己的而已 那你要到協作平台裡面去 怎麼做呢 從這個地方 我就再增加一頁 好 我們再增加一頁 叫做Google表單 你看那個剛剛說圖 是不是產生出來的 可是可能要一點點時間 沒辦法說那麼即時 好 這邊一樣用網頁就好了 其實平常各位就是建議這個地方要注意 建議頁面的時候 他是預設都在最上面 通常我在這邊就是會選好 就是有資料夾分類分好 會比較OK 好進來之後呢 一樣 從插入 雲端硬碟 這個時候要選擇什麼 表單 好 點到他 那通常因為表單會比較長 所以我在進來的時候 這個高度 這個高度 我就會設高一點 也許設到2000 也有可能 好 那寬度就不用了 很多時候我會 這個我也不用 因為標題 我上面這裡 有標題 對不對 所以也不需要 所以很多時候我這個 也把它弄掉 鎖存 好 鎖存 這樣是不是進來了 對不對 就很單純 我們就可以把它 跟我們的協作平台做結合 所以其實表單 在各位作品 或者是研究上 其實應該是一個 蠻好用的 蠻好用的一個方式 在這裡 我看到了 這裡有那個進度 就在這邊 就在這邊 因為我都沒有設壁田 所以就是 會像這樣子 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把那個 Google的日曆的部分把它帶進來